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呢我们再分享一下这个人口的话题啊 一说到人口的话题呢 很多人就会说了 你看什么教育房子 什么医疗 什么几座大山 然后不生不生不生 然后呢现在我们先要看呢 人口的话题呢我们要注意啊 第一呢原来啊 农民不管这些的 他生孩子的话呢 他也不管太多的教育的 你看现在呢也不生了 而且呢传统上呢 爱生的地方也不生了 你像福建人呢我们都知道 他是比较重视多生 比较重视多自私的 这次呢最新的一个统计啊 福建的婴儿的那个出口人数也跌破了30万 然后呢生育率呢千分之7.07 这个生育率啊 咱们要说千分之了 不说百分之了知道吧 你要一说起来的话呢 他那个单位都是千分之的 千分之了以后呢 这要比一比的话呢 已经啊给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口生育率急剧下降的 日本韩国都要低了 这还是福建的数啊 其他有些城市的话呢 实际上是更低 而且这个数呢还是刚放开三胎哦 以前你三胎没放开的时候 可能怎么怎么着 所以这个事呢 为什么出生这么低 就是原来呢 连非常愿意生的农村也不生了 除了这个农村呢 大量的进城以外 实际上今天我们要说啊 也是算三农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的农村不生 和生存状态的什么关系 其实在这一个社会啊 今天那个标题上讲 那个二生态策略 二生态策略呢 是一个讲生态的专用名词 在社会里头啊 社会学生态学里头在讲 这生存策略呢 有二生存策略 还有K 二的是小写的二 K是大写的K 这两个生存策略的不同 你要是K生存策略的 那都是什么呢 我产生比较少的后代 但是我把每个后代呢 都教育好 然后呢 你那个二生存策略的 那是什么啊 我啊 产生好多个后代 然后我在看呢 后代的发展 是否有机会 像这里头呢 广泛的用于什么 那个生物啊 人群啊 或者什么的 或者生物里头也会细分 你像老虎啊 大象啊 都是K生存策略 也就是说 繁殖率后代是少的 你要像兔子啊 什么的 那都是二生存策略 生的孩子呢 特别多 一年能繁殖好多窝 它就是说 是不一样的 但是从个体上来讲呢 一般K生存策略都很强 你要从群体上来讲呢 可未必 你像老虎要灭绝了 兔子可不那么容易灭绝 对吧 别说人类影响 你像澳大利亚 想把兔子杀绝 杀不绝呢 这样的状态啊 就是它的在人群里头 相对来说呢 人群里头 你教育孩子 是多生几个 让他们自由成长 还是你就生一个 然后把所有的教育资源都给他 你像我们当时的这个教育啊 为了这个计划生育 只生一个好的时候 他要什么 把全民都教育成 K生存策略 他那个二生存策略的人 不给你空间 这事关键 知道吧 二生存策略的 不给空间的这个想法啊 那延伸的是很厉害的 现在呢 农民进城啊 包括农民什么的 他就因为他这一个群体的孩子里头啊 他没有条件做K生存策略 就是说我就算一个农民 他把他所有的资源给一个孩子 他的这个孩子呢 他没法跟一些其他的地方的人比 但是呢 他如果是采取多生几个 那就不一样了 你现在在世界上 有些民族 就是采取 包括某些宗教 就是采取子宫战争嘛 多生孩子嘛 所以这个二生存策略 你发现采取二生存策略的一些民族的话 那孩子生的非常多 在欧美社会的势力也越来越大 对吧 你采取K生存策略的 反而比较那什么 但是中国反过来 你会发现 你采取K生存策略的 特别有钱的 特别有权的 他反而能生三胎 能多生 多生了的以后呢 可能多积攒那些资源啊 相反呢 他原来呢 没条件的 反而不省 这里头啊 不要简单的讲什么 教育 医疗 房子 关键呢 我要讲什么 对于不同人群的观念 因为在中国呢 我们还是共产党 底层人民支持上来的 国家政权 对吧 但是呢 你现在对底层人民 确实不友好啊 你像包括这个学习 大家都说了 你学习不要那么样子举案 不要那样子焦虑 但是呢 你要学的不好的呢 他正给你分流啊 北京都说要分流百分之几十的 对吧 你北京呢 他本身 北京户口的 没多少农民的百分之几十 他要分流 不许呢 你上高中要上职高去 百分之几十要分流 你像呢 外头又宣传 宣传你看 你像德国 人家很多人就是安安心心的 你看嘛 还有车库经济 安安心心的当一个技工 安安心心的当一个普通劳动者 他也不怎么怎么怎么着的 但是中国啊 我可以这么讲 他对你普通劳动者 他那政策就是很歧视啊 我们嘴上说的 劳动没有贵贱 但他实际的错法是有贵贱啊 你就像北京 你要落户的话 他一说起来 你学历要多少 我们各个城市都在说 你的学历要多少 现在说呢 杭州抢人大战降低了点门槛 要的是什么 你大专学历也可以了 但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啊 你像美国 就算移民的 你只要在美国拿着 还是签证 是这个劳工 是工作签证 你知道在美国呢 工作多少年 他自然就给你旅卡 给你国籍 这个门槛啊 比北京低多了 对吧 他不论你什么工作 当然他有些工作 他印象本国了 就业市场的 有些不给你签证 那是国与国之间啊 那不是一国之内啊 你各地化地为牢 对吧 你就像这北京的话 你作为一个 你说没有贵贱 你在北京啊 很多农村人在北京 辛苦了一辈子 辛苦了一辈子呢 他给北京做保洁 对吧 做保安 做什么 这很重要的工作 你这个城市的辅助工作没有 你下边怎么办 你过辅助工作的人群 都要靠外来 然后呢 这些人群呢 老了以后 我当时说了一句话 你能让他滚回农村去吗 我这说的话 其实是反问的 你看就有黑字给你接下来 张杰说要让农民滚回农村去 这事儿你能让他走吗 现在这事儿我们是反对的 你像你在这北京 你工作了多少年 甭管你什么工作 你像说吴贵贱 那你就是得跟他落户是一样的 你像西方的落户基本是什么 你在这个地方工作多少年 交过多少年 社保就够了 你就可以让你落下来 而不是说那你学历多少 什么多少 干个什么 再限制 然后再什么 然后呢 现在不让说什么低端 什么什么的 当时有负面影响 但实际做呢 还是换汤不换药 对吧 你呢 不让他在这里头生存 包括里头这个门槛 不给人家 你说这个人呢 多了对吧 包括这个事儿 你像在北京呢 在实行的时候 说是各种政策 不再跟生育挂钩了 但是呢 你都要去问 人家说了 新人新办法 老人老办法 对吧 以前的还得按老办法 基本上是这样的状态啊 下边的话 你怎么去让普通人 去做普通的工作 你实际上就是淘汰人家嘛 为什么讲教育的大大的那种 你要让他每个人都变成K竞争者 K竞争者之间还要竞争呢 你要都变成K竞争者的时候 这个生态呢 是有问题的 而且K竞争者的强者 反而生的越来越多 那生态是崩溃的 就跟那个里头啊 老虎生的越来越多 那下边的鹿呢 就全要被吃死的 就是这么样的状态嘛 你现在本来是占据 最好资源的人 从生一个变成生三个 原来呢 没占据好资源的人 越生越少 那么下边的资源不够分 我们老说这个事 人家说中国啊 这个卷啊 什么各种竞争啊 各种卷啊 各种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是你仔细想想 你各种竞争的时候 你需要这个竞争的那个生态呢 它整体有问题 它对于这个中间呢 我们不说底层 也不说地端 我们就说这个二生存策略 就这群呢 你愿意多生 吃苦耐劳 然后孩子呢 万一哪个出息了 就有机会了 对吧 你呢 就生的少培养 那么你这个生的少的时候 万一没培养好 你亏了 我不如呢 多生几个 只要有一个出息了就行了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策略啊 但是现在你多生几个的这种状态呢 我们给你永远出不来 对吧 这样这就有问题 包括呢 你这下边的怎么去兜底 你看这个里头 二生存策略 就是说房子医疗 医疗的话就是 有没有全民的共同的医保 对吧 你医保不要都集中在K那 你二也有点 对吧 有没有全民的共同的医保 你要说呢 房子呢 有没有那个保障性的连租 是否不及 你像香港 还两百万人住在公屋呢 这两百万人在香港是什么比例啊 你在北京的话 能租的公屋有多少 你别说那什么 香港那个公屋啊 两千港币一个月 北京的话 你租个一居 你两千港币租得下来吗 而且还不稳定嘛 干什么的 一系列的问题呢 所以知道是什么 就是现在在这个 整个呢 大陆里头 就是说这些 二生存策略者怎么办 对吧 在这里头呢 农民为主 还有一些市民怎么办 就是怎么解决 他们在城市的生存 就是这些事 不是说给他赶到乡下就完了 赶到乡下的时候 他现在的新的农业技术 以及呢 现在的社会发展 农业那点 靠劳力的生产率 永远是支持他们的 你说是可以乡间多元化 干什么的 他们到乡下的时候 他也干不动了 他那个是在城市里头 干服务 干什么的 干了一辈子 你到乡下 你去给他支撑他的养老吗 也支撑不动了 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啊 所以这样的是什么呢 你真正看啊 他那个生的少 其实他带有一系列的问题 这生的少 中间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中国那个愿意多生的 依靠多生取胜进行竞争的 那个二族群不存在了 就是说 你包括呢 你农民他也不愿意生 农民也生的少 农民那个孩子呢 也拼命的要上大学 不住地以后呢 也不回农村 对吧 你上了大学 才能可能在城市落户嘛 然后呢 这个农村呢 因为有这种差别 那就是说 人家也更不愿意回来 把这个农村呢 人才的外流 他人口的外流 虽然说我们说了 以后中国的那个发达啊 农业人口不会那么大 但是呢 你越是产业化 越是发达的时候 农业还要求 农业人口高素质呢 实际上是什么呢 你农业人口在减少 减少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你减少的方式是什么呢 都是高素质人均走 留下困难人群 那这事就有问题了 尤其现在呢 你要看那些农村中鬼村的 基本上你可以看见的是什么 那都是老人孩子留下 年轻都走了 老人孩子偶尔在种种地 老人干不动了又如何呢 你不会说是什么呢 能搞这个大生产 能有能力的这个人群 他缺乏 对吧 所以他就说这个社会结构的问题 要非常重视 尤其呢 当时的独生子女 这一代啊 他那个宣传 把所有的那个人的观点 都变成了一种K生存 也就是说我就生一个孩子 这一个孩子 优生优育养好了 你别生多了 这个观念的话呢 在当时是很有问题的 其实现在呢 造成了这么多的社会问题 可能当时啊 对这些呢 都没有做长远的思考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跟农业有关 跟人口有关 相对来说呢 那是各种交叉的内容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呢继续关注